一般在外租房子的上班族或是学生 常常时间不够 就会把衣服送到自助洗衣店来清洗 而位在中华路二段60号附近的一家洗衣店 虽然从外观上看起来小小的一间 但是里头却有大大的温情 因为这家洗衣店里头 有专人亲切的帮忙洗脱烘之外 还可顺便把洗好的衣物整理收纳 对于上班族及学生来说 真的是就甘心 就是因为这边洗衣店会需要一些员工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就会请一些 比较单亲或者是弱势的家长来这边就业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人的服务 所以人跟人的接触其实是很妙的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用人这一个服务去带给大家 因为自助洗衣店它可能投币式的可能就是我自己洗 我就是必须在那边 然后这里的好处就是我们这边是有人可以帮你服务的 从3月15号开始到3月25号 然后我们只要集30张发票 然后来到安心洗衣店就可以兑换一个共振音箱 原来这间洗衣店刚成立还不到一个月 是由安心家庭关怀协会为了多提供一些就业机会 所承租下来家以经营 而洗衣店多的营业额 就拿来做更多的公益服务 帮助更多需要关怀的家庭 东台新闻 陈金雄杨国柱采访报导 请订阅�讯 请订阅